三點多高雄大寮區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全副武裝 不隨限進到屋內滅火 屋內外充滿水裂玻璃 消防人員從屋內拿出五公斤寡司桶 疑似有民眾開瓦斯引爆 導致火警 凌晨正睡得香甜 附近民眾聽到巨響出門查看 還有鄰居裹著棉被趕緊下落逃生 事發覺在週五凌晨三點多 據警消了解當時屋內一名二十三歲 孫姓男子及二十一歲賴姓女子 兩人同居 疑似感情問題 發生爭執開瓦斯引爆 男子百分之九十燒傷 女子則百分之六十燒傷 送往醫院搶救 根據男子家屬 表示房子是親戚免費提供居住 男子平時打零工維生 妻子小孩都回去娘家 男子遺失與現任同居人吵架 打開瓦斯引爆火警 所幸沒有波及其他住戶 屋內的小狗也被及時救出 後續將由消防火掉 進一步離棄起火原因 三星廣大衛成員高雄報導